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怎样去对待这份感情的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 能够在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 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都有付出 都有索取 那么这样一段感情 才会更加的持久 都说不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 都是耍流氓 所以谈恋爱的前提 一定是要双方都是真诚的 去付出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抱着玩玩的态度 要知道 在一段感情当中 用心会比用力 更能够让这一段感情 长久地维持下去 当然 不是人人生来 就会知道在感情当中 应该怎么做 很多时候都是需要 两个相爱的人 慢慢地去摸索 属于两个人的恋爱模式 有多少人谈了很多次恋爱 依然是无功而返 有的人只是遇到了初恋 就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 在这里也要提醒 广大的男性朋友 在爱情当中 不要太过于直男 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 想问题 请记住 感情当中是需要自己 多思考 多动脑的 想要这一段感情稳定 想要女人对你上瘾 对你念念不忘 那么 为女人做这些事情 会比砸钱更加的有用 一 为女人下厨 在现在的时代 早就已经不是 男主内 女主外 这样一个死板的模式了 很多时候 女人也可以在外面拼事业 男人当然也能够 在家里面把家管好 而在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不应该把家务都觉得 这是属于女人所要做的事情 而应该主动地去包揽一下 去分担一下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如果自己爱的男人能够为自己亲自下厨 那么这是会让女人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 会觉得那一个为自己下厨的男人 背影是最帅的 这样的男人也会让女人上瘾 二 为女人出头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不少的女人在结婚之后 往往都是要和长辈住在一起 这时候就避免不了两代人之间 会存在一些生活习惯 以及沟通方式上面的障碍 很多时候 女人也会因此和自己的婆婆 产生一些矛盾 这时候 男人就应该做好 两个人之间的润滑剂 有的时候明知道 是自己的母亲做的不对 那么这时候 就要懂得为自己的女人出头 要知道 如果一个男人 只知道不分青红皂白的 站在自己母亲的那头去数落女人 女人是会很伤心难过的 而一个男人 要想女人对你上瘾崇拜你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站出来为女人出头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自己的母亲知道 自己爱的女人 是不能够给任何人欺负的 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行 这样也能够让自己的母亲 和自己的女人少一些冲突 三 为女人梳头 问过身边很多女性朋友 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男朋友最帅 有不少的女人给出的答案是 当自己的男朋友给自己梳头的时候 这时候女人会很享受 男人给自己梳头的这个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人的温柔对自己的爱 也是能够一览无遗的 要知道 一个男人愿意放下自己 那丢三落四 粗心大意的一面 展现出自己温柔的一面 为自己梳头 这在很多女人的心目当中 都是男人最赏光的一刻 面对男人的这一行为 很多女人都会为自己的男朋友痴迷 有的时候 爱只需要一个眼神 对的人便会通过这一个眼神 慢慢地在缘分的牵引下走到一起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是需要去用心用爱 经营这一段感情的 唯有一起付出 一起去经营 这段感情才能够让两个人 不会走着走着就散了 男人不要总说 女人心海底针 自己好像都没有说什么 做什么 就轻易惹怒的女人 要知道 女人之所以会生气 是因为在男人身上 感受不到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爱意 而一个男人 想要自己的感情更加地稳定 自己和爱人之间 爱情能够更加地长久 让女人对自己上瘾 那么就要明白 女人到底需要什么 有的时候 为女人多做上面 所说的这几件事情 会比你在女人身上砸钱 更加地有用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